身为海岛子民 黑潮二十载展开转斗体检台湾海洋 循着海路记录领海12里的蓝色波图现况 欢迎收看金典.tv 大家好 我是金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这一集在海洋台湾的系列专题里面 我们特别帮他介绍台湾一个很重要的 关心海洋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 他也二十岁了 就跟金典杂志一样 所以我们的特约的作者嘉玲 就帮黑潮的文教基金会写的《黑潮二十载展》 那当然我们要了解到整个台湾的海洋 这过去二十年来 黑潮基金会 对台湾海洋的一个普及的科普的资质的介绍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大家开始读《黑潮二十载展》的时候 有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第一位就是我们本篇的传述 我们的嘉玲 嘉玲你好 总编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黄嘉玲 经典杂志《海洋台湾》专栏作者 从事记者工作十余年 长期关注海洋保育 渔业渔村 渔海洋文化等议题 另外一位就是《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资金长 惠君 惠君你好 总编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惠君 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毕业 我的身体是一艘船 心思是船员 身体这艘船受船员使唤 一直都在漂流途中 1998年 海洋文学作家 迁徒等科学研究 收录台湾外海 金屯生文资料 协助建构台湾野生金屯生文资料库 很多人看金屯诗 我这辈子看到了几种几种几种 我倒不是在收集它们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不用去记录它们 我只是观察它们 我喜欢观察它们的行为 以关怀台湾海洋环境 生态与文化为宗旨的黑潮 培训出许多志工及解说员 是台湾海洋志工团队的重要推手 身为海岛子民 黑潮在2018年5月底 和环保团体 学者 画家等 展开14天的绕岛之旅 台湾海洋体检在51个测点 以塑胶为例 柔氧量 水下升紧 为主要研究项目 记录领海12里的蓝色国土现况 家庭 实际上写个黑潮20载 它实际上一般人来讲 从过去的嗓劲屯的概念 开始认识海洋 黑潮真的在20年代 扮演很多的一个角色 从毕竹那里开始 到大概反而对海洋越来越亲近 他们在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工程 其实黑潮已经20年了 所以写过黑潮的人 其实非常多 所以一开始 其实我并没有想要介绍这一篇 但是因为我七八月的时候 去了黑潮做最老实习生 去他们那边实习换生活 体验黑潮人的生活两个月 然后我觉得从他们身上 我看到很多很特别的特质 还有很感动他们在对海洋做的事情 所以才会特别想说 把他们这20年 黑潮20年今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跟大家分享 是 他们20年就在里面谈到 做一个绕岛 来看看台湾周遭海洋的环境 那你们现在的20岁 你们自己对黑潮 对这个有自己的期许 你们的目标是干什么 其实黑潮我们 为什么取名为黑潮 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取益于海洋的黑潮 它是一道洋流 那这道洋流其实就是 以高温清澈稳定为一个特质 然后长年的在台湾海域流经 所以这其实这三个特质 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的自我期许 就陆地上面的黑潮 在20周年以来 我们其实每一年持续稳定地 都是在做 包含文化的这一块 然后教育的这一块 调查的这一块 还有倡议这一块 那这其实都是我们 持续地在做的工作 是 包括你去打工的 打工坏处 这个是你在打工坏处 那几天到底学到什么东西 其实他们很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其实像之前访问金蕾 或是其他跟黑潮相关的人物 他们都非常喜欢出海 然后因为我本身喜欢在海里面 他们喜欢在海上面 就是赏金 我想说这么热又这么辛苦的工作 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做 然后其实就你每次跟他们出海 就看到说可能他们每次看到金蕾的时间 就是一二十分钟 但他们每天要排那个解说员 是前一天晚上 大家才会知道板表 那你看到这一群人 他们认真守在这个东海岸 就是喜欢金蕾做这些事 那还有一群人就是他们办公室里的人 那些人也是很辛苦 因为所有的人都喜欢去海上 可是总有一些人要留在办公室里面 处理所有的杂事或是什么 那就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说 其实喜欢海洋这件事情 并没有那么容易很简单 你要去执行这些所谓的梦想 或是实践梦想 是真的要很踏实 那我觉得我在他们身上 有看到这样的特徵 是 所以慧君实际上 在负责整个黑潮的营运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在最近几年来 陆续做了哪些主要的项目 要不要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很核心的 就是在做海洋环境教育这一块 是 因为我们始终都是相信说 就是环境教育 它是最能够带给大众一些 就最直接 然后也比较柔软 那它其实是可以促成一些改变的 那环境教育 其实很重要的是 是要导向环境行动 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大众 它透过认识海洋 喜欢海洋 亲近海洋之后 它也愿意去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 跟选择 然后进而 它可以去从事一些海洋的行动 所以其实我们在教育之余呢 我们也很关心一些环境的议题 包含海洋相关的这些 海洋的 比方说废弃物啊 或者是说我们过去打反对圈养的这一块 这其实都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透过倡议的这个角色 然后把一些稍微严肃的这些题目 可以透过教育的方式 然后进到大众心中 那当然我们很重视的也是长期的基础调查 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 对于一个NGO组织来说 我们持续20年 因为最早我们黑潮其实是金屯调查起家的 我们从1996年开始就在东部海岸开始做金屯的调查 那这样的一个调查呢 它持续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停止过 所以其实我觉得 当我们要去了解海洋的 比方说海洋生物的状况 或者是海洋环境的情况的时候 这些基础调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我们长期在做这些是 其实是为台湾的海洋环境做一个见证跟累积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黑潮有别于其他团体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 但是对黑潮来讲 我觉得这段时间开始做一个 你不单只是只有在介绍海洋化 你要跟这个我们很严格的愉悦法 海洋规范上来做一个抗肯是不是 应该是说我们认为说 其实大众教育的另外一端其实就是政策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些调查 然后也把这些我们调查的结果发布给大众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调查的结果 它可以督促 用来监督我们的政府跟工部门 他们在政策上面去检讨 就是现有的政策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地去 在我们的环境造成好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一个NGO 需要具备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 已经累积20年的一个NGO 我觉得它是一个责任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上面跟下面 其实它同时在进行 上面我们就是用议题的倡议来 就做政策的这些建议跟监督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是对大众 它是一个强度比较广的 就是让大众可以认识我们的这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 就能够创造一个善的循环 是 但是我刚刚好 就因为小莫里面 我觉得有变蛮大的片 他们今年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行动 就是我听起来就是在 绕个台湾一圈 听起来很容易的 然后在各个地方 搜集一些海漂垃圾 来做个分析 听起来都很容易 但是它不是如此是不是 我们是透过一个娱乐渔船 那也是有多罗满船公司 它赞助我们的 那我们透过这道渔船 然后来做一个科学性的一个调查 对 那其实 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刚刚其实总没有提到 法规的问题 我们光是要出海 然后不同港进出 然后不同人员上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 很难的突破点了 那每到一个海域 其实我们都需要跑公文 然后包含 你要在这个海域做什么 其实它不只是进出港 你要跟它交代说你要干嘛这样 对 所以其实不同县市政府 我就要跑不同县市政府的公文 听懂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繁复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比较需要克服的其实是 我觉得陆地上绕岛不难 海上绕岛一圈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就是 你知道到海上 你才能知道人类有多么的渺小 是 我们完全就要看天后行事 对 如果今天这个风浪大一点 我们就没办法做研究了 因为那个浪只要大 我们要做MENTA王 我们要做塑胶纹力的收集 其实它采样就有一些困难 那其他就比方说封面来的时候 你的船只的航行 其实也会受到影响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是东部的船嘛 那我们要绕台湾一圈 所以中间还包含离岛哦 澎湖是很惊险的事情 因为那边岸交超级多的 所以我们到宜兰的时候 我们其实开出我们熟悉的海域 宜兰之后到西部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船长都超紧张 我们船长的脸也都超紧张 因为整个西岸跟东岸的地形跟地貌 还有特质是完全不同的 2003年 黑潮就曾经绕岛观测台湾海洋 此次也同样以赏金船 多罗满号绕岛 并由多罗满赏金公司 以象征性的一员 租船给黑潮 从东部的断层市海岸 东北角的起岩柜石 到西岸桃源藻礁 中部潮间带 南部细致沙灘 以及离岛的特殊地形 黑潮在忙碌的检测工作中 不但要面对各种屠如其来的意外 气候及海况也随时变化 再三考验船员们的毅力及应变能力 我们是可以云靠得比较近 但是要看船长的判断 我们在西枯就不敢开太近 东部的话是要有机会开靠近一边 所以我们才说这一段的暴力 有可能看得到这样 如果究竟看船长得要判断 浪或什么的情况 浪太大也没办法 对 浪太大也没办法靠太近这样 安全帽耶 对啊 什么都有啊 实际绕台一圈 一潮对于台湾环境问题 有更深刻的发现 除了沿岸堆积 与水上水下的漂浮垃圾 更在经过高雄红毛岗位 发现了长达一公里的游乌带 其实比较压抑的是说 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污染情况 可是没有 居然没有船只通报 透过政府部门跟学术单位的合作去 一方面找到源头去降低垃圾的来源 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完整 更科学性的数字 为台湾的海洋 成为奖出发 成为奖 航向下一个二十年 可以朝集须大家成为改善环境现状的一份子 共同为台湾海洋保育工作行动起来 但是这个落岛还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个思维 就是说我们在常常我们看不到 我们不晓得台湾的外面这个岛屿的海洋上面 存在一些哪些东西 所以这次也做了粗浅的一个了解 好像塑胶物质还是最多的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这次主要的目标就是除了 对我们来说就是开船绕台湾一圈 很重要的是一个视野的翻转 过去我们都在陆地上面 我们可以在海边看海 但这一趟其实我们很重要是希望把这个 陆域的这个思维翻转过来 就从我们海上回看我们的陆地 那我们想要去了解我们的蓝色国土 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出发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做了三项的一个检测的目标 一个就是塑胶维力 塑胶维力其实是大众现在开始有一点油感 因为它其实会透过食物链的这个循环 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物 是 你就说你那么喜欢吃海鲜的话 到最后你吃到很多的塑胶 对 那其实这一点就让大众开始比较有意识了 那所以塑胶维力 就是我们出去之前 其实在台湾没有人做过全台湾这样子 造一圈做的检测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可以把现况 最实际的样子带回来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做有氧量的检测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知道水质怎么样 那它其实跟海域的这个基础生产力 是有相关的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沿路水下的声音 就是通常陆地上面要录声音 是比较容易一些 可是海域你要去录到声音 你要克服你的船只本身不能有声音 这件事 所以其实它需要克服的是非常多 而且过去也比较没有这些资料 是 但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些照片 就是你们在做这个 听起来说在四周收取海域的水 可是它就是一个非常科学性的动作 所以你们有很加要设计的一个特别的网 是不是 它是一个托网 那其实我们有特别参考 现在国外就是美国有个五环流基金会 他们正在做全世界 他们在不同的州之间的海域 然后在用这样的一个网子 做塑胶微粒的检测 它有比较特别之处就是它的平衡 就因为我们要捞的 其实是水面上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它后面的网子 其实跟浮游生物网 其实设计比较一致 但是它的口是有点像是鬼浮轰 所以它又被称为MENTA网 MENTA网这样子 那定位来讲的话 像这一次的这样绕岛 对垃圾的分布 刚才有先讲了一下 大概在整个台湾的垃圾分布 你们还发现点很重要的 很可怕的什么垃圾的 海漂垃圾的 这个叫什么带 它就是一个不明的泡沫带 因为其实我们在海上会发现 潮水跟潮水的交界就是潮界线 那很多的潮界线上 会累积到一些漂流物质 跟这个 你大概可以从潮界线上的物质 发现这个海域的东西 那因为这个漂流带 在高雄外海 就是红毛港外海 我们航行出去之后就发现了 就是看到它是一个很长的 很厚的泡沫 浓浓的泡沫 有点像拿铁泡沫上面 那个奶泡那么厚 形容太好了 对 然后 然后就没人敢喝 它绵延了一公里以上 对 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很讶异 因为在海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泡沫带 那么浓其实比较少见 所以我们就开船过去之后 我们就马上去做采样 那捞上来的时候 其实你都还闻得到味道 就是有点臭味 那这个采样我们也马上 就是送交给海报署 帮忙去做检测 那他们后来有测出来说 里面分的含量是偏高的 已经超过环保署的标准 是 我刚才特别把这个照片拿出来 秀出来给大家看的原因就是 我们昨天谈到那个 水面那个塑胶的浓度 但实际上我们的海漂垃圾 实际上是非常严重 这也是你们在这边 有特别来谈出来的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在陆地上面 我们一般人其实就比较少去海边了 那更何况我们这一趟 其实是从海上回看 那其实我们就有发现在海上去看到 遇到的这些海漂垃圾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我们在航程中 80%都有遇到我们的海漂垃圾 所以其实海漂垃圾过去 它的来源它不只是从陆域 它也有海域的来源 所以其实 但它都跟人的生活是脱不了关系的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发现 跟媒体素材 因为我们拍到一些画面之后带回来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大众也知道说 其实从源头限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回收当然是一个方式 但是回收再制的过程 其实你都还是消耗能源的 是 因为再怎么样的进摊 不可能怎么进 我看澎湖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是无人岛 是啊 是啊 无人岛 所以它清完就再漂过来 清完再漂过来 而且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可能留到别人的国家 然后别人留过来 就留到我们这边来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我们必须再生地告诉大家 说进摊又有机会去参加 但是它不是进完一次就可以解决的 而且很多时候进摊还会发便当 跟那些 然后我就有点傻眼 那像他刚刚讲的是水面上的嘛 其实像我自己常潜水的时候 现在几乎我们每一次下水 在水里面都会看到垃圾 是 那或多或少 那我们能够做的算说就把它捡回来 可是其实真的是 你真的感觉就真的是觉得捡不完 然后像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台风过 或是有封面过 垃圾又重新聚集 所以真的是从源头开始 因为我以前没有潜水之前 我也是就跟一般的都市里的人一样 就是会使用这些 然后像黑潮超严格的 他们是无塑状态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使用 使用一次性的东西 其实就会被罚钱 所以我们理念上 我们这一栋楼也是如此 我看到了 我刚进来都有看到 我就想跟我们理念很相近 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晓得 这样的问题是造成多么严重的 可是所有人的一个文明的进展 就是让你生活越来越不便 不是越来越方便 那实际上对20年 20年不是一个小 就是说一个小孩也要长到大学了 那对这个黑潮的未来 你们有怎么样的活动 怎么样的期许 这个20岁到30岁 未来的10岁之间 还有什么事情轰轰烈烈的 海洋大事要做吗 其实我觉得 以前大家每次到世界海洋日 他们都问我们说 那海洋日黑潮要干嘛 那我们其实就会 我们就会回答说 对于黑潮来说 每天都是海洋日 对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 黑潮的特质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常常在做 我们是很擅长做 长时间的累积的工作 对 那当然我们今年做 这个20周年 我们做了一次导航这件事情 那其实它是一个 比较有别于过去的一个行动 其实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活动之中 卷动了很多的动能 那未来其实我们也会 持续在做我们的教育推广 还有我们的科学调查 技术调查这件事情 因为没有证据就没办法说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一个海洋NGO组织 尤其是本土的一个海洋NGO组织 我们是必须有这样子的续航力 跟对于未来的一个视野 那当然我还是会觉得 落实回来到我们 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海域 就是我觉得我们也希望 其实各地的团体也能够 跟我们一起就是做 在地的一个定期的长期监测 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数据 才有办法真的反映出 背后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在做这样子的研究 不容易 所以你里面要帮他们这些 在黑潮工作的员工们 做了很多的测试 你要不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这一群年轻人到底是做哪些事情 他们有一些甚至不一定是员工 因为他员工只有六加二位 两位可能是特别 就像这位小八他是特别聘请来 就是帮忙做这次塑胶为例的检测 然后大多数我觉得 就是可以支持黑潮这件事 其实有很多非常多的是志工 这些是我们暑假还一起实习的伙伴 他们就真的是年轻人 然后还有就是那些所谓的解说员 还有船长这些 就是有很多人是 像金磊他都是 我就说他们有些人可能 金磊可能一整年拍了很多 水上的金屯的照片 或甚至水下 他甚至会烧一整片光碟 然后给黑潮解说员 你们可以拿去使用这样 或甚至就会提供给黑潮 或是像摔了出去导航的时候 金磊摔了他自己的飞机 就是还有很多的志工 所以在黑潮其实你看到说 作为一个台湾的海洋NGO 他们这20年来 他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努力跟创新 还有他们持续支持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是他们这里 这些人会持续一直在支持黑潮 这件事情 如果访问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其实每个人都说到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黑潮其实是人的组成 就是黑潮这个基金会 如果今天没有这些 很支持黑潮的人存在 其实黑潮不会是现在的黑潮 是 实际上 当然我这也是一步一步的来 我觉得我们自己很清楚 在做这个题目的过程之间 一定要到这个环境 大家有这个觉醒的时候 我们来跟他更多的一个报导 让他开始来关注他 所以这个海洋台湾 过去只是一个口号 我们现在要变成行动了 但是也代表读者 谢谢黑潮这20年来 对台湾海洋教育的在贡献 欢迎希望能不能持续下去 这个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 一起努力来做的 也欢迎下同一时间 去收看我们的 经典杂志十月好 充满青春活力的校园 以往规划着重在机囊 如今美感校园在造 企图从生活中贴近美 培养美感公民 拨下美的种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